對方的 聽的時候聽不到對方所說的感受 他的情況 他的需要 很多時候不能夠適切地回應 說的話好像跟他有一個距離 他說了一件事 我們說了另一件事 我們希望今天操練 我們上一次在我自己的小組裡 有一個人先分享一些東西 分享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是有很多感情流露的 我就問大家了 你留意到那些感情呢 都幾難說得出 他們都留意不到 最後都有說出一些 但是我們就是留意人 他說話的時候 他有什麼身體的反應 他有什麼感情的流露 我們都留意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更加跟別人有連接 譬如有時候有個人 說的時候越說越興奮 我們知道這件事是他很喜歡的 有些人越說越生氣 我又知道這件事是令他很生氣的 那很生氣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 不要惹他了 又不要跟他辯論了 他可能有他的看法 可能他的看法未必對的 但是他那時候很生氣 我知道 這個時候跟他講辯論是沒有什麼用的 但是我們可以回應他 我知道你呢 這件事都會影響你的 令到你不開心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留意那個人的身體的反應 他的言語的聲音的反應 他的表情 然後回應他 這件事是很難學的 不是因為難得要登天 其實不是好像讀大學那麼難 是因為人的心沒有什麼興趣別人的感覺 就是不習慣 不習慣 但是很多時候媽媽就會很留意他的子女 為什麼他會留意呢 因為他有興趣他的子女 所以我試過一次搭升降機 那個媽媽和兒子 那個媽媽就說 你是不是想去小小街 我兒子說 是的 是的 他看到他的動作 看到他 知道是要的 我太太也知道的 有時候我去小小街他知道的 你是不是很想快點去 他會知道的 因為他留意 很多時候他會問我 這件事你有什麼感覺 你的內心覺得怎樣 那這些就是他關心 我們關心人的感覺的時候 我們跟人就有好的關係 但是我見過也有 好幾個人跟我講話 他是不停的 一路經常講他的問題 講了一樣 第二樣 我都未回應到他講第二 第三 我說 你是不是想我回應呢 如果你想我回應 你等一等 停一停 等我回應好不好 他只是講的 他完全是沒有想到溝通 完全不是兩邊的溝通 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唉 我想溝通 別人不想溝通呢 那是難的 就是我們做好我們自己先 我們很難改變別人都懂得溝通 但是我們可以問他的 可以詢問他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感覺 你覺得是不是不開心 你有沒有覺得激氣 懶惰 當他有這些感覺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很想快點去改他 想快點去改他 想快點去改變 你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但他越說他不生氣 他越生氣 有時候我們反而認同 我知道他 認同不是代表他對 我認同他有這個感受 我知道他有這個感受 這件事呢 似乎就是 又可以說 又不是難到 鄧天 應該是學到的 但是呢 又好像很難 就是我們上一次都用了很多時間 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討論的時候是過時的 就是超過了時間都不知道 好了 聆聽後怎樣適切地回應人 我們上一次就說到 就是人很多時候他內心世界 但是人家聽不到 好啊 那我們呢 就有些甚麼要留意呢 你個人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留意甚麼呢 留意他講的內容 身體語言和內心感受 他講的內容 他講的甚麼內容呢 他的身體有些甚麼表現呢 他的眼神 他的面部 他的手腳 有時候有些人緊張 那些手會很緊的 很緊張 他如果他放鬆 他的手又很放鬆的 然後呢 還有呢 有些人一緊張 他的手就會這樣動的了 那你以為 表示他緊張了 還有他內心有甚麼感受呢 你看到他的表情 是不是他不開心啊 有些事很掛心啊 那不要假設我知道他的心 我需要問他的 也都不要判斷 就是覺得 哇 你有沒有搞錯 我這樣都很生氣啊 你不應該這樣想啦 那你也都可以更深去了解他的感受和困難 就問他了 了解一下你的感受和困難 第五呢 就是回應他的感受困難和需要 就是說 他覺得有些感受 我們就回應他 我知道是不開心的 知道不開心 不代表我認同他 繼續不開心喔 我知道他有這個問題 不過 我不代表我認同 我只是說我知道 我感受到 我知道你辛苦的 那我們 怎樣逐步接立他 讓他逐步的去處理 就是說你想不想處理呢 那這個是下一步 但首先我們感受他的感受先 千萬不要馬上教 就算我們知道怎樣幫他 我們都是 詢問他 你想不想 你覺得這些情緒 你的感覺有沒有影響你啊 你想不想改變啊 然後呢 第六呢 就是不要太快教導 可以引導他明白他自己的需要 那有些人就說 唉 可惜我的家人 我周圍的人 都是很難溝通的 都很難頂得信他們 那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 就是去觀察他 知道他的情況 然後我們引導他 就有機會可以衝破這個溝通的難阻 即他本身可能很難溝通的 他經常說什麼都 就是他根本 聽不到我們說話 他亦都說話 只有他自己說的 他可能很難 很難跟人溝通的 但如果我們試過有時候 他講一些他不開心的事 譬如他說 假設譬如現在政見 我們跟他可能不同 他在那裡說很激氣很激氣 那我們說出他的感受 即是說我知道你現在因為這些事 你的心很激氣 很猛狀很不開心 或者不要用猛狀的字 很激氣 很不開心 他覺得你 知道他的感覺 他可能會 覺得你會聽他說 雖然我們可能不同意 即是我們很想快點告訴他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我不贊成 不過越是這樣的時候 越難溝通的 有時候有好的溝通 可能可以開放以後的路 是有好的溝通 譬如有時候有些家人 他說 很多太太都說 他丈夫回來 甚麼都不說 但我們留意到他 他譬如很累 或者他有時候不開心 我們留意到回應他的時候 他就覺得 你留意到 關心到 有時候他會歡喜 他的反應 即是他覺得歡喜 他可能以後會 信任我們對他的關心 有時候一次一次的 可能會建立那個關係 我們幫助人的時候 學習柔和謙卑 這些我上一次有講過 不過我馬上很快 去再講一次 就是 柔和 回答柔和 小路燒退 行常忍耐 可以勸動軍亡 柔和的舌頭能 截斷骨頭 就是我們用柔和的方法 是可以改變人的 你對人有愛心和接納 還有幫他有安全感和信任 即是讓他跟我們相處的時候 有安全感和信任 不去控訴或者惹怒他 引導他知道他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 你現在面對什麼問題 情緒有沒有影響你 這些事發生有沒有影響你 你睡不睡覺 是不是不開心 引導他看到他解決問題的好處 如果你開心是否會好些 你想不想開心些 引導他想想怎樣解決 有什麼方法 然後引導他有行動 可不可以開始去嘗試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的 但有些人他願意 他不開心 他願意我想活得開心些 這樣的時候 我就有方法 可以逐步逐步幫助他 好了 現在我們下一個 就說有人 對不同的回應 有一個人說 我有癌症 可能有不同的人的反應 我早就叫你不要吃那麼多肉 不要吃那麼多肥豬肉 不要吃那麼多這些東西 這句話是屬於什麼 教訓 教訓 控訴他 就是告訴他 你不聽話 我介紹你吃一些能夠治癌的食物 這是什麼 教導 教導 或者介紹一件事給他 有時候可能是對的 如果他正在找 但有時候有些人未必正在找 他覺得都不行 這些那麼多方法 市面上那麼多方法 行不行啊 好 有些人就會轉話題 吃飯 不要想 越想越煩 他現在癌症 越想越煩 這個屬於什麼 轉話題 轉話題 還有有些人是否定他 你越想越煩 即是說你經常想這些 你的房子生在哪裡 這個屬於什麼 八卦 因為 無關的 有些情況 你是可以了解 跟他夠熟 你是可以了解的 不過你不要第一句說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件事是他的感受 不是房子生在哪裡 好了 那另一個答案 有一個人回應 就說 我的親人都有幾個生癌症 那這個屬於什麼 是什麼回應 這個屬於 沒有和你心普遍化 即是說 他們都有 現在很多人都有的 好了 你快些信耶穌 這個屬於什麼 也不是威逼的 這個不是威逼 是教導 解決方法給他 但他那時候還未準備好 所以在那時候 這樣做法 他未必能接受到 我現在問大家 有一個人說生癌症 我們可以說什麼 大家大聲說出來 如果有人 他說生癌症 那我們聽到之後 可以說什麼 我就是想你說 怎樣關心安慰 即是說什麼 你要說出 你那句說話出來 你可以說 你有難過 有不開心的 我會想到你會不開心 即是可以問他的 不過其實 又不用問 而是 可能問的方法 你不要說 你是不是不開心 他當然說 當然 你會問他 這件事有多影響你 你心情如何 好了 首先 你好像說 不要擔心 對不對 這個屬於什麼 有一個人說 不要擔心 這個屬於什麼 不要擔心 即是 我會扶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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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擔心 別擔心是你一樣 別擔心是屬於什麼 別擔心是屬於什麼 是的 教他 告訴他做什麼 即是我們說句說話的時候 想清楚 是 叫他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這是教導 我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今天你來 你的銀包跌了 你想想 如果你的銀包跌了 你現在坐在那裡的時候 你的心情會是怎樣 是的 譚都這樣寫 怎麼說 然後又說 哦 不要擔心 不要想那麼多 專心聚會 當然是否他就會不擔心 即是他覺得 你都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現在很辛苦 我現在很擔心 糟了 那些人拿了信用卡 怎麼做 這樣的時候 其實他就很擔心 所以在很擔心的時候 不要說不要擔心 而是說 我知道你很擔心 看情況 真的很多情況 譬如 不見銀包 的確是要處理的 那你有沒有 處理過 有沒有打電話去那些 信用卡公司 之類 有沒有做這件事 這些可以詢問的 我會回應他 我知道你很擔心 很擔心 很擔心 那樣 譬如說 有一個人不見了 兒子找不到 然後他就說 糟了 我兒子在哪裡呢 那你說 不要擔心 那他會覺得什麼 大聲一點 叫他報警 叫他報警 是屬於什麼 指導 有時候可能需要報警 不過第一件事 未到叫他做什麼時候 是什麼 你想想 如果你的兒子不見了 你第一件事 你在發生什麼事 怕 害怕 害怕 那我們第一件事 是什麼 關心 怎樣關心 這個是其中之一 這是行動 行動 這是行動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問他有什麼可以做到 第一件事 他不見了兒子 他是很擔心的 我們認同他感受 讓他覺得我們跟他很近 就是說 我知道你現在很擔心 很害怕 怎麼辦呢 我們認同了感受 才去回應他的需要 當然 通常人發生的事 不是不見錢包 不見兒子那些緊急的事 有時候是一些 當日心情不好 譬如剛剛被人罵完 剛剛被人罵完 他告訴你 我剛剛被人罵完 我們可以說什麼呢 是的 你會不開心 這個就是 其中一件事我們學習的 就是 我感受到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 被人罵完 真的不開心 或者很大壓力 這樣 說出他的內心 他知道我們跟他接近 然後才回應 他那個情況 OK 好 那癌症那裡 我們可以說什麼 他有癌症 他有什麼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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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下一步 了解下一步 第一步 是什麼 你會很擔心 你會很擔心 很害怕 說出他的感受 我想大家了解這件事 就是你想像 你自己現在想像 你剛剛 在醫務所出來 醫生告訴你 對不起 我要告訴你 你有癌症 那你想想 你的心情怎麼樣 好了 你出來見到那個人 那個人就告訴你 我介紹那個醫生給你看 好嗎 那你覺得怎麼樣呢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歡喜 不過第一件事 他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很難受 很難受的 所以我們第一 就說 那你當然很難受 很不開心 你有壓力 他感受到我們的感受 以後 我們才下一步去回應他 我用一個比喻兩個小朋友 有個小朋友被人欺負 另一個 就是走過來 啊 即他馬上會感受他 可能他有時候用行動 可能他抱抱他 抱抱他 也是一種的表達 就是說我接受你所受的苦 我知道你現在受苦 這是一種的表示 即是即時他覺得 有個人跟他認同 那小朋友是不是會覺得開心 這個人就會成為他的朋友 但是如果一個人來 只是告訴他 啊 我和你打他 或者 去告給老師聽 那些是一些解決的方法 我不是說打他 就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不過是一種解決方法之一 但是他未必覺得他是朋友 但是如果有個人 就是捉住他的手 哎呀 我知道你被人哭 不開心啊 他真的令到你很難受 那他感受到那個感受 然後我們先去想怎樣解決 那這個就是一個 即是一個 即是一個 令到人 覺得我們有同理心 我們真的關心他 所以這個一定是 出自內心的關心 我們才能夠 回應他當時的感受 那以後才會 他可以跟他 聽一下他講一下他怎樣處理啊 他 即是 他對於前景怎樣看法啊 他處理事情怎樣 他有沒有想過其他方法醫治 這些可以遲些講的 這些都是關心 不過呢 就是第一樣關心他的感受先 好了 現在說另外的說話呢 和之前的有些不同 譬如有個人說 為何你不快去洗碗啊 為何你不快去掃地啊 這一類的說話呢 人的反應就會比較強烈一些 譬如 我聽到了 可以了 可以了 第一就是這個人 你還不快去清潔 他講出一樣的訊息出來 他講出他的訊息呢 我們又要感受他 其實他想什麼 但是這個人 受落的時候 受落些什麼 又怎樣反彈 其實兩個人呢 那些情緒都在爆發著 你還不快去清潔 他在爆發著什麼情緒啊 我會發生氣 氣 important 會生氣 覺得很生氣 當然呢 做不快的清潔 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馬上去清潔 好了 我馬上去做了 對不起 那這個就是 他就會變很了 但是人有時候就會反彈 我們有些反應 我想說就是 人的反應有時會 令事情更加變差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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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不移動 一邊說行啦 行啦 一邊去做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人回應 行啦 行啦 他的情緒是怎樣 這個人 不耐煩 很不喜歡他這樣說 好了 另一個 你看到他正在看 這個變成了什麼 這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控訴他 你瞎的嗎 你看不到嗎 我正在看 這麼多事情在做 你還叫我去清潔 這個就是控訴 有時候我們很多說話 日常生活是有一個隱藏的意思 所以第一件事分辨是什麼 分辨這些說話屬於什麼類型 和什麼情緒引起 帶來什麼後果 那下一句 你經常都在說我做事 那這句是屬於什麼 這個不是命令 這個不是命令 控訴 並且有一件事的 質素是什麼 控訴 就是說 就是說 你經常是有什麼意思 經常 對 你總是這樣的 譬如有一個人 你經常罵我 那人是否其實經常罵他 未必是 有時內中罵一下 他就會說你經常罵我 是將這件事普遍化 你經常罵我 即是沒有停的 很多時候都罵我 那這是一個 控訴來的 控訴 會不會有好的結果 你經常都逼我的 就是這樣 結果是怎樣 結果呢 那兩個關係會怎樣 一定會不好 因為他覺得你 即是 我想你清潔 你就經常說 我逼你 有時父母子女 或者夫妻 都會有這種情況 你經常都逼我 經常都要我做什麼 要我做什麼 那那個 後果呢 就是 有一種怨恨 即是你說我經常都逼你 其實我不是經常逼你 即是會有這種反彈 好了 你自己做 那這個又是什麼反應呢 但是有人說拒絕 即是我不做 那你自己做 你這麼想做 你做吧 一種變了 轉過來 吩咐你 你要做 這些其實就是 當有人說一句話 我們知道原來人說話 尤其是控訴的說話 那些反應是更加強烈的 有沒有發覺 這句說話 你還不快清潔 那個後果是 多數都會 負面的反應的 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很少人說 好啦好啦 我去做啦 很少人會說 因為他覺得很不強烈的 你罵我 你說我 我還要說一句好話的聽 覺得很不強 那我們就知道 原來我們的心中 很容易被人擊倒的 我們都留意 什麼時候被人擊倒 那 成熟的基督徒是怎樣的 我發覺原來他 說的話會擊倒我 但我不被他擊倒 我反而柔和處理 反而我是得性 但這件事是 在那時候 我們完全 很難留意到的 多數人馬上會反彈 是很少很少人 馬上留意到 咦 他現在不開心 他現在想我做什麼 他說我沒有做什麼 他說我做錯什麼 我們的心 即時會反彈的 通常來說都會反彈的 我想問這裏有沒有人 有時當人說一句話的時候 你馬上留意到 咦 他說這句話是令我不開心 我想想怎樣做 有幾個會發現你會做這件事 即是說 通常的反應是甚麼 他一說 為何你還不快 升級 馬上就會反彈的 你自己不做 你為何經常叫我做 哎呀你一天都做我做 你又看不到我做 通常人都會反彈 但是 我想聽聽有沒有人在這裏中間 當你聽完那句話 你會想一想 咦 他有吹逼我 我又不舒服 不過我怎樣回應他好呢 我先想一想 我要怎樣說 有幾個人會有這個過程 會想一想我應該怎樣說 有沒有人有 有的可以請你舉手 OK 好 感謝主 今天我看到有人舉手 感謝主 我馬上說 大家原來 我們有時真的 那些回應 是很不適切的 為甚麼不適切呢 因為被人激怒了 所以反彈是很強烈的 成熟基督徒就說 如果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會破壞關係 雖然他先破壞 但我跟著破壞關係 我們就留意到 原來有人一說我們 我們那些反彈是很強的 即刻起降 即刻起降 好了 另外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厲害一點 謝師兄那句厲害一點 都是你錯 這句厲害不厲害 這句 這句厲害一點 這句直接說是你錯 一種反彈 是你錯 不關我事 這句說話屬於甚麼 指控 這個問題在你身上 不在我身上 反彈 指控 第二個 是你叫我這樣做的 有一個我做了 你就說我做錯 即是說 你叫我這樣做 我跟著你的指示去做 我跟著你的指示去做 做完你就說 我不應該這樣做 是你叫我做的 那這個屬於甚麼 即是責任歸你 你叫我做 即是把責任還給他 是你叫我做的 是叫我這樣做的 另一個 我已經盡力做了 那這個屬於甚麼 這個 這個 是好像被人壓住了 我已經很盡力了 我已經盡力了 我已經盡力了 這個就沒有那麼攻擊性 即是我們分辨了 這句說話是沒有那麼攻擊性 即是我已經很盡力 我都做不到 即是你錯 我已經盡力做了 這個是有一種自衛 自衛 保護自己的做法 好了 第四 今天巴士遲 所以我便遲到了 譬如說 是你錯了 你遲到了 今天巴士遲到了 那這個屬於甚麼 甚麼呢 推捨 就是藉口 是的 巴士都是這樣的時間 你早點出便不會有遲到 是吧 好了 接著 不如你自己做 譬如說 你做錯了 不如你自己做 那屬於甚麼呢 即是給他一個球 你做吧 你做吧 我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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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你做 都是差不多的結果 這樣 那屬於甚麼 驕傲 是的 還有呢 說得好 說得好 這個呢 其實是反攻 你說我做得不好 你做得差不多 即是攻擊 結果會不會好 可能 有些人呢 有些人是這樣的 真的 有些人你這麼兇 他會收聲 不過結果是甚麼呢 其實呢 這種強硬的關係呢 是不會將關係改善的 雖然呢 是有時行得通的 譬如你大罵一輪呢 是會行得通的 他會馬上收聲的了 但他可能會再罵你更多 亦可能他心中會生氣 很多 有很多反應是可以有效的 不過是否屬於神的方法 就是屬於神的方法 OK 好了 那我可以怎樣改善呢 都是你錯 我可以怎樣改善呢 那這個屬於甚麼 反思自己 這個呢 可以說是非常柔和的 就是說 那我有甚麼可以改善呢 那這個就是一個 請他告訴我 那我怎樣改善呢 OK 好 那有人說 都是你錯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呢 你現在說一下 大家想一下 可以怎樣回應 所以第七個回應 是一個好的回應 大家 我怎樣錯法呢 是 那 首先你們用的 我怎樣錯法啊 我怎樣錯法呢 有分別的 聽一下 再聽一下 我怎樣錯法啊 我怎樣錯法呢 有甚麼分別啊 我怎樣錯法啊 我怎樣錯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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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好聽一點 你覺得 OK 其他人呢 我怎樣錯法啊 意思是甚麼 都不是我錯 我怎樣錯法啊 我有甚麼錯啊 那個啊字和那個呢是不同的 就是看句子的情況 我怎樣錯啊 我有甚麼錯呢 這樣就 不過呢這句說話 都不是最好的 可以呢 你真的想告訴別人 怎樣錯呢 是怎樣說法呢 可以怎樣說呢 我也想知道我在哪裏錯 這個呢就是柔和了 就是我們要知道 甚麼是柔和 但這個東西是個心誤矩 因為他說我們錯嘛 我們的心誤矩 所以呢 一個基督徒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呢 就是說 我明明的心誤矩 但是我靠著耶穌 我知道 我的反應是會破壞關係 所以我就學習 怎樣由我去處理 讓我不要帶著怒氣回應 這個東西難不難啊 是難 不過我想問你 他難還是考入香港大學難呢 哈哈哈哈 但是很多考入香港大學的人 都不難說這句說話 為什麼呢 那些人可以考入香港大學 不過他說不到這句說話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人的心不具 不服 那我要明白 體會 原來我的心不服 那個人講的說話 我不服 那麼我們留意到 成數的基督徒就是 我有好的見證 還有呢 這些事就造成破口 為什麼破口呢 我形容一下 一個人 一個手代表一個人 人家說什麼話 都是 啊 為什麼你這樣說啊 你整天都追著我啊 整天都對我不好啊 你真是 你真是看少我了 那事反而是這樣的 這個人 會不會有好的見證啊 不會啊 那些人覺得他很硬斑斑的 是不是 雖然 那個人說他都不對啊 其實基本上 在社會上 很多人呢 或者家庭上 很多時候都是人都說 你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那個人又說 我有什麼不好啊 就變成了 大家都硬斑斑的 那個時候呢 有沒有好的見證啊 是沒有的 所以他的生命 不會很成熟的 他的生命 不會發揮很大的 我講的例子 我曾經去宣教 我就跟一個牧師講明 就是我去到聚會 大煉聚會 我一定問他 你對於聖靈工作 怎樣看法 你接不接受 各樣的聖靈工作 有一個牧師 他說我接受 他就說 我就說 我們有時候 有些人會 哭得很厲害啊 有時候 有些人會笑 有些人會跌倒 你接不接受 接受接受 OK 好 那我們就接受運作了 其實那個聚會 我們有攝錄到的 有些人真的很大經歷 好了 但是結束聚會 他跟我說了 我都不記得 因為很多年之前的事 他就是 不是很接受 那就是 那些 就是 總之說的話 真的覺得 是不應該這樣的 那如果我是 照這些反應呢 我就說 是你說接受的 那你現在不接受 你明明說我接受 為甚麼你不接受 那結果是怎樣 他以後都會說 葉牧師 你嘴巴教別人 平穩安靜 你的心一點都不平穩安靜 還有 他覺察到 你根本還未到那個生命 你的生命始終都是 一被人說 你馬上發脾氣 馬上就有反彈了 所以我當時 我就問他了 那你覺得怎樣做 我就是這樣問他 明明已經說完了 不過我再問他 那時候 他就不覺得 我有種反彈的情況 因為這也是一個見證 還有我生命怎樣保守 如果我生命不保守 我經常都說 你說我不好 我好不喜歡你 我好激氣 你以為我好委屈 我會被人冤枉 遲時都是這種反應 他根本不是一個好見證 而且他裡面根本沒有平穩安靜 耶穌的說法很美麗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內 就是說我們心裡 裝換甚麼就出甚麼 裝很多猛争 怒吵 激氣 被人委屈 我們被人委屈 我們都需要釋放出來 釋放出來就不像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找個枕頭 你想像這個枕頭 就是那個罵你的人 我現在打到他死 打你 打到你爛了 這種是否一個好的方法 在你面前我不打 不過我背後就打你 打你 打到我現在 這是你來的 這是你來的 我要打到你死了 這種方法 是不是處理了怒氣呢 不是的 他發洩了 他可能打完 鬆了 因為他打完 但是他其實沒有把他裡面的 憤怒的來源釋放 所以我們一方面就是學習 我們能夠有柔和的心 有關心人的心 聆聽人的心 還有當有些人說一些話不好聽的時候 我依然是用一個柔和的方法回應 立即了解他講了什麼 他現在在說我錯 我裡面有一種反應 我覺得不好 不喜歡 但是我怎樣的方法回應 是最合乎聖經的 這就是成熟了 好了 我們再問問大家 如果有人說都是你錯 那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為什麼是柔和的方法說呢 柔和謙卑的方法 大家放心說 不用怕 這個可以錯 這個可以錯在哪裏呢 或者最好是我們說另一句是怎樣說法 請你告訴我我哪裏錯 我可以下次改 我下次留意 但是很多人不喜歡說這句 有時候因為對方就會說 因為他會火上加油 你說我哪裏錯呢 我已經說你很多次了 說來說你都不改 這樣這樣改 有些人真的令到人難於相處 因為他總是會捉到你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就會起降 起降就不用那麼柔和方法 因為柔和方法會被他欺負 但是 是不是被他欺負就是叫做 是不是一定會被他欺負呢 不是一定的 有時候 其實我堅持對人柔和 有些人對我不好 我依然可以很平靜地回答他 我可以說 我們試下柔和的聊天好不好 我們 我很想跟你有好的溝通 但是有些人他反應一樣是不好的 怎樣 怎樣 我不想跟你溝通 我想有結果 OK 想結果也沒有問題 他說想結果 我說好 我們一起想想 怎樣做 可以有好的結果 我馬上回應這個 我就不會說 他說我只想有好的結果 有些人就會反彈 我都這麼勤力 這麼努力 我已經盡力了 為什麼更好一點的結果 這就表示他裏面有些什麼 有些怒氣 是不是 就是我們的反應 顯示我們裏面有沒有 一些怒氣傳流 如果他有說到 一些 即是說 即是 怎樣做得更加好 那我就說 好啦 我們想一下方法 怎樣做得更加好 那這個就是 不受落他的那支劍 即是很多人就是這樣的 一隻手握手 另一隻手拿著一把劍 那這什麼事呢 握手 我們找個方法解決 不過 那支劍就是什麼呢 你也是做不到的 不過 怎樣可以做得好一點 其實 好似的訊息就是 我們怎樣找方法解決 但一方面有把劍在那裡的 即是有些人說話 是加把劍或者跟刺的 那我試過 輔導夫婦的時候 跟其中一個說 那你試試說柔和的話 那另一個馬上說 他哪裏做到 他做不到的 他經常都不是這樣 那 那個人有沒有動力去做 是沒有的 因為他馬上聽到他的批判 其實很多夫婦間 是真的很習慣批判的 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說了一些 吉人 傷人的說話 那我們就求主幫我們 在說話的時候 不要加一些 劍啊 一些刺啊 一些武器在那裡 好 那再說回 有人說 都是你錯 那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OK 好 非常好 兩個都好 好 基本上呢 總之這個說話都是說 我想好 我留意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 我怎樣做得更加好 請你告訴我 這些就是柔和的方法 就不是加上一根刺在那裡 OK 好 另一點就是明白 不同感受 有身體的語言 有不同的反應 和身體語言 不過我看看時間 已經講得久了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 就是留意人身體語言 我們最好下一次 找個人出來分享 然後呢 我們留意他的身體語言 身體語言 是非常之重要的 OK 我們這次做功課 都是去回我們最後那裡 你可以用這些句子的 即是說當有人這樣的時候 怎樣回應他 他有什麼感受 他有什麼身體表現 亦都可以有一個人分享 任何東西都可以 正面反面都可以 分享 然後呢 其他人呢 就去 講得出他有什麼感受 他有表達什麼感情 他身體有什麼語言 他怎樣回應他 那這個就是可以 留意到他說什麼 留意到他的感受 OK 好 在那一直 沒有中國人 那些目的 有間地盤 快點 就是